宣德三年,诸山及不顾大臣的反对撤回了驻扎交址不正使司的八万大军 从此,古代中国彻底结束了对越南地区的直接统治 单纯的成为了一个蜀国 不在此之前,越南与中华的关系完全就是一个国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解决完六国成为皇帝以后 为了巩固南方,秦始皇派遣了大将军屠军,选领五十万大军 分五路南下,征伐南越 于是秦帝国在南越之地设立了南海桂林向郡三郡 并且向向郡大量的移民 而这个向郡就是今天越南北部一带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越南北方就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内 直到五代十国时期,由于中原内乱 越南趁机摆脱控制成了独立小朝廷,并且疯狂扩张 北宋的治平初期,朝廷得到了交职企图入侵的报告 宋英宗经过和大臣的商议之后 以山高路远,仗气泥漫为由 本来是准备放置一个地方 可没想到越南却主动发起了进攻 1075年,也就是宋神宗西宁八年 越南豊朝以十多万军队攻陷了广西南部 并且大规模屠杀,杀了五万八千多人 再加上亲连两周,总共有十多万人死于入侵 第二年,南宋发动反击攻占了亮山 直指豊朝的京城升楼,也就是今天的河内 但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热了 兵服三十多万人中,有一半是死于鼠热瘟疫 在豊朝表示降服之后,宋朝撤兵 但也没有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明成族永乐年间,安南的陈朝君主遭到了外戚篡位 大明作为宗主国,应陈朝要求 派张府率军推翻了胡氏政权 这一次,朱棣干脆就不走了 在越南设立了交纸不正史寺 成功的再次把越南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当时驻越的不正史寺黄福利采取的是怀柔与民休息的策略 所以刚开始交纸这个地方呢,情绪也很平稳 越南这块地方当时其实并不富裕 可它却成了朝廷眼中的炸炸机 导致交纸很多地方揭竿而起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越南地区爆发的叛乱是越来越多 到了宣德二年,宣宗皇帝干脆放弃了越南 由此可见,中国曾经确实统治过越南 但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战旗弥漫,统治成本太高 所以王朝一旦衰落就被迫放弃了这个地方